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商业论坛 日常生活当中夫妻吵架半嘴是难免的 在中国俗话说两口子床头吵架床尾和 再大也是家事 大多数情况是家庭内部调节解决 但是在美国夫妻吵架一旦一方报警或者是惊动的邻里 就有可能上升到家庭暴力的层面 由于中美文化差异很大 对家暴的理解与处理方式也不同 今天KJC Law Group凯文科尔律师事务所的王称律师 将为大家回答华人对家庭暴力的常见疑问 并且告诉大家如果遭遇到了家庭暴力 应该如何应对呢 王律师你好 你好Kendis 王律师我们知道KJC凯文科尔律师事务所 是专业的刑事辩护团队 是专攻各类州罪联邦重罪等的上庭上诉等等 所以我想你们接触到的家暴案件应该不少 对没错 其实去年一年由于疫情的缘故 许多家庭都发生了许多不可抗拒的变故 那么再加上居家令的行使使家庭矛盾数量激增 我们律所的主要为客户提供的是刑事辩护 那么去年一年家暴罪的辩护数量也是增加了不少 王律师我就想请问一下您 根据你们接触的案件 能否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些有关家庭暴力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呢 比如说家暴仅限于身体的伤害吗 Candice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家暴呢 她的家庭暴力它的范围很广 除了身体的伤害呢 它还包括精神层面上的伤害 比如说对他人的一个冷暴力 跟踪骚扰 还有恐吓的行为 还有限制人身自由 比如说不给另一方出门 或者是限制他的行踪 还有经济上的这个限制自由 比如说控制某人的金钱的使用 威胁恐吓 比如说利用一方这个没有身份 然后不给这个对方办理身份 办理绿塔等 这些呢都是属于家暴的范畴 嗯 好那非常感谢王律师的介绍 那还想请问一下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仅仅为女性吗 在美国家暴受害者的范围非常广 虽然他的罪名叫做家庭暴力 但是呢双方不需要有亲属的关系 比如说与家人配偶男女朋友 这个包括前任 前妻前夫前任的男女朋友 包括室友等发生冲突后 都可能会被警方定罪为家庭暴力罪 那么如果在这个受害者里面有老人儿童呢 这个施暴者还可能会最佳一等 就是被病罪虐待 被指控虐待殴打老人罪 或者这个危害儿童罪 嗯 王律师还想请问一下 只有受害者才有权报警吗 在美国生活的华人 我们都能感觉到美国人民是非常 弱心非常落于助人的 所以呢 这个比如说邻居啊 或者是学校的老师 或者是医护人员 或者是教会里面热心的一些教友 他们如果是发现了 有这个家暴的一些珠吸马迹 他们都是可以报警的 警方也是可以通过这些人员提供的信息 可以出警来进行调查的 嗯 一旦警方出警了 警方就是进行调解矛盾对吧 有没有可能就是警察 他不会进行逮捕拘留的可能呢 这个就是一个中美文化差异的一个非常大的点 因为在这个中国就像您刚才说的 夫妻吵架再大的事也是家事 那么床头吵架床尾和 对于这个家庭的一些纠纷呢 邻里朋友呢也是进行劝阻 那么有一些受害者报警 那警方呢出面也可能是进行一个威严震慑的一个作用吧 他们这个被拘捕 拘留的这个情况呢 是很少的 但是呢在加州对家暴案是 政府是零容忍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政策叫做 mandatory arres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警方也就是强制一定需要带走一方 那么有时候呢 由于这个时间的局限 他们有时候还会带错 将受害者进行了逮捕拘留 一般来讲这个拘留会是多长时间呢 而且对于施暴者的惩罚 就您所接触的案子来讲会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施暴者呢 根据他的这个案件的细节 案情的情节 比如说对方受害者受伤的程度啊 对方所收集的口供 那么他可能会被定为 施暴者可能会被定罪为重罪或者轻罪 那么这个加州刑罚点273.5A呢 这是它是一个摇摆罪 就是说根据这个案件的情节 具体发生了什么的事情 施暴者有可能会被指控 轻罪或者重罪 那么轻罪呢 一旦被定罪呢 他的这个惩罚 受刑是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监狱服刑 那么如果是被定罪为273.5A 重罪的话呢 他将会监狱服刑 有这个一年以上 那么如果是非公民 比如说绿卡 或者是在没有身份的这些华人呢 他如果是被定罪 家暴罪 重罪的话 有可能还会面临被遣返 嗯 好 谢谢王律师的介绍 其实刚才您也谈到了很多有关 家暴的一些受惩罚的情况 那到底什么是家暴呢 家暴的范围是什么 关于什么是家暴 这个家暴的范围很广 它不但是包括身体上的伤害 那么它还包括精神上的伤害 身体上的伤害就是 比如说对另一方进行这个殴打 那殴打也可能是 就是说用自己的手打 也可能是用其他的物品打 那么根据这个情节 这个案情的情节呢 定罪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有一些当事人呢 他不但是被定罪为家暴罪 他还有可能被定罪为殴打罪 或者是如果是说他拿的这个物品呢 是这个 deadly weapon 就是说可以致命的 比如说剪刀啊 刀啊 或者是我们有当事人用ipad去扔这个受害者 那么如果是警方觉得这个使用这个物品 殴打对方是可以致死的话呢 也可能会有其他的这个指控 比如说殴打罪或者是attempted murder 这个虚拟谋杀罪 还有就是如果是用手去殴打对方 那么这个手的位置也非常重要 如果是说你的手是身在这个受害者的这个国警处 那么可能是令对方窒息的话呢 也有可能会被指控这个虚拟谋杀罪 所以呢 家暴罪这个身体上面的伤害 它有分这些 那么刚才讲到了精神上面的伤害呢 就是说这个威胁恐吓呀 还有这个经济上 还有人身上面限制自由 这些都属于家暴的范畴 嗯 好 谢谢王律师的介绍 还有一个问题是 受害者如果后悔了 可以请求撤销指控吗 在美国呢 一旦这个警方介入了家暴的调查 那对这个施暴的一方进行了刑事拘留 如果是受害者日后后悔 请求撤案 其实我们90%的这个受害者日后都是后悔的 因为他们由于中美文化的差异 他们没有料到 就是说这个事态发展完全是不受他们的控制 这个就是需要广大华人知道 在美国如果是一旦立案 警方是无权撤销案件的 他们肯定是会按照这个刑事拘留的程序 将案件的证据呢 移交给检察官 那么检察官虽然是这个代表受害者的 他们是公诉人吧 他们是会代表政府对施暴的一方进行这个起诉 但是呢 检察官也不会因为受害者的反悔 要求检察官撤销案件 撤销对这个施暴者的指控 而就是撤销对施暴者一方的这个刑事指控 所以一旦这个案子报了警 那警察立了案 这个下一步发展是完全是不受受害者的控制的 好 谢谢王律师的介绍 那如果有朋友遭受到了家庭暴力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您是这个家暴的受害者 那么就是说在报警前呢 你一定需要考虑清楚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你一旦报警呢 这个事态发展是将是不有你的控制的 不是说警察出警就是来调解 你是拿警察来吓唬吓唬 你这个打你的人或者对你实施暴力的人 这个呢 你这个报警前一定要想清楚 那么一旦这个受害者报警了以后呢 警察来了 那么警察会把受害者跟施暴者分开 那会来分开问话 那警察会问受害者需不需要保护令 这个保护令叫做Emergency Protective Order 这个是警察给的这个保护令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施暴者 对你的这个人生有威胁 那你可以向警察申请这个保护令 那在这个施暴者被带走 被刑事拘留的之后的两个星期呢 会有社工来这个登门造访 那么这个是法院指派的两类社工吧 一类呢是主要是负责这个联系受害者的 他们叫做Victim Advocate 这一类的这个社工呢 他主要负责呢 协助警方了解这个家暴案发生的一些具体情况 那么包括这个安抚受害者啊 如果是受害者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的 那么这个Victim Advocate 我们叫做受害者的发生支援者 他们会联系这个心理医生 来给这个受害者进行心理辅导 那么第二类社工呢 是如果是在家暴发生的家庭里面 有儿童的有小孩的 那么儿童保护协会的社工会出来 那么他们的主要工作职责呢 是了解这个在家暴发生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有没有受伤 那小孩子有没有受到这个施暴者的一些暴力行为 那么如果是有的话呢 这个施暴者还可能会被指控 这个危害儿童或者内外儿童 如果说有朋友被指控家庭暴力 那他应该如何应对呢 如果是说你是被指控家庭暴力 就是说你是被这个怀疑是过错的一方呢 那如果是比如说受害者报警了 那警察来到现场 那面对警察呢 你是有权保持沉默的 当然了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80%的客户 他们虽然在这个美国电影里面 都看到过也都知道过 但是他们如果真正的实施起来 他们是就是非常困难的 你是有权保持沉默的 就是说警察问你任何问题 你是可以不用回答的 这个是美国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你有权保持沉默 然后呢任何你对警察说的话 都会作为你对你不利的证据 作为城堂证供 所以呢我建议广大的这个 被指控家庭暴力的这些华人 如果是警察问话的话 唯一要说的就是说我需要律师 我不会跟你说什么 这个就是最好的 对面对警察的一个回应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是你被指控这个家暴罪 那么如果是对方就是受害的一方 申请了保护令 那你是必须遵守这个保护令的 保护令它有很多种 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级别的 最高级的呢 就是这个no contact 叫level one protective order 那这个保护令呢 就是你必须要去这个受害人 a hundred yard away 就是一百码以外 然后呢不可以有任何的联系 那有一些保护令还写 你不可以回家 那么这个是最严厉的一个保护令 那还有一种叫做peaceful contact 叫做level four的一个保护令 那这个保护令就是说 你们可以和平相处 那一旦是说就是你违反了这个保护令 那你可能还会最佳一等 就是叫做violation of protective order 就是违反保护令 它是另外的一个轻罪 所以呢 这个如果你被指控家暴 一定要遵守保护令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如果对社工的这个都能造访 对社工的一些问询呢 你也要保持沉默 尽量的呢是交由律师去处理 那第四呢 就是尽快的要去联系 这个刑事辩护律师 那律师呢会根据这个警方 掌握的证据和这个家暴 吃暴者的告诉律师的一些细节呢 寻找辩护的突破口 那么我们有很多客户 他们的有很多很好的辩护理由 比如说自我防卫正当防卫啊 还有就是很常见的一种就是受害者 他报警他动机不纯 因为受害者可能在跟施暴者 他们就是在一个离婚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受害者希望能通过 这个对这个施暴者的刑事指控呢 在这个离婚的案件中占上风 比如说在小孩的抚养权 或者是在财产分割上面占上风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也是需要跟这个检察官 在办案的过程中有就是 就是要沟通过 这个受害者他报案 他的动机是不纯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尽快的去了解 警方掌握的证据 那有时候呢 警方掌握的证据不足 也是没有办法去将这个案子进行立案 或者将这个案子进行 对这个施暴者进行刑事指控的 好 今天非常地感谢 KJC Law Group凯文科尔律师事务所的 王称律师 为大家详细地分析 家庭暴力的相关问题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直接联系王称律师 或者是登陆律所的网站 中文的网站是以刑事辩护为主要业务的 网站是3w.kjcwin.com 英文网站是3w.kjclawgroup.com 好 再次感谢王称律师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